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代言 我是方春安 咱们今天说一下英国的前首相 特拉斯访问台湾并发表演讲这件事情 虽然他已经不是首相了 但是他处在一个独特的阶段 就是人刚走 茶未良 他的访问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 跟英国的现任首相访问台湾 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他这就去干嘛了 他说了哪些话 其中有一段话很特别 他说如果北京武力侵台 那就会迎来实质性的脱钩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实际上是意味着 西方 尤其是欧洲的这些绥靖派们 尝试再给北京画一条红线 这个红线画得很委婉 还给出了好的条件 这个隐含的这个意味 但是它终究是条红线 北京的红线天天画 画成红地毯了 没有什么空尽力了 但是西方因为他们很少画红线 所以这个红线画了我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好 那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 那么5月17号 这个特拉斯在台湾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说 尽管很多人我们不想再看到一次新的冷战 但是这个事情的决定权并不在于我们西方世界 而在于说这个北京已经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经济是否会脱钩 那么将由中国掌控 然后英国的外交大臣在上个月发表演讲的时候也提到了说 试图孤立中国宣布新冷战的开启都是错误的 也是对英国国家利益的背叛 你从这里看得出来 其实西方的绥靖势力实际上现在也在逐渐的感觉到无奈 因为他们被北京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就是他们被自己绥靖的目标逼到了墙角 这就咱们稍微插一嘴再往下说 西方的现在其实很大一批人 他们因为过去跟北京跟中国牵涉的太深 所以他们真的其实本质上他们不愿意跟北京脱钩 因为影响他们的眼下的收益 但是目前如果中国继续这么玩下去的话 那么他们影响的就不再只是眼下的收益 而会是未来的收益 所以他们不由得不及 当然我们这个话我们后面详细还会再说 我们继续看说 特拉斯表示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而言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北京想做的就是利用这个地位 获得在贸易上的主导地位 他说现在西方有很多人说 我们不想再发生一次冷战 但我们必须清楚 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出的决定 不管我们是不是要进行这种经济的脱钩 因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那么换言之 实际上这个决定权不在西方手里 而在中国手里 所以特拉斯指出 台湾在世界多个领域皆为佼佼者 在威权阵营及民主阵营对立的时候 台湾身处民主前线 这个事情显得更加的重要 所以对于中国的阻挠和威胁 欧洲国家不应该袖手旁观 不仅要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更应该对中国问责 所以他这次访问 正是为了表达英国或欧洲国家与台湾人民同在 确保台湾的成功的故事能够继续下去 而且特拉斯呼吁说 当眼下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立场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与中国进行新的经济对话 或者进一步的合作 如果北京升级对台湾的侵略 那么实质性的脱钩将会不可避免 如果我们不能为此先做好准备 那么自由世界的所有人都将会长寿到随之而来的经济苦果 然后中国的官媒也批评特拉斯的访台 说他是窜访 中国现在就发明 自从发明这个窜访这个词之后 什么都是窜访 人家佩洛西带着飞机 带着军队的飞机 护航这么气势隆隆来到台湾 也叫窜访 英国前首相来了 光明正大来了 也叫窜访 那你中国你倒窜一个 对吧 当全世界都在窜访的时候 那他们就叫正式访问 好吧 然后回到本题 环球时报说 说这个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也是在给英国挖坑 说这个特拉斯是伦敦的猪队友 鉴于特拉斯作为前首相 及县议员的特殊身份 英国政府不能完全撇清关系 也需要共同承担 因此导致的后果与代价 为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代价呢 好怕怕呀 你跟英国断交吧 好不好 中国 你赶紧惩罚英国 驱逐英国大使 赶紧断交宣战 好不好 效仿一下当初的老佛爷 跟英吉利宣战 跟法兰西宣战 好不好 给我们打个样看看 让我们看看你的战狼精神 如果不敢 你玩个屁呀 有什么后果呀 又制裁人家英国的领导人 不能在中国买房 没缴过税是吧 简直是胡闹 好 那我们新闻暂时说到这儿 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红线呢 就是它并没有严正的 像那种抗议 只给你一个no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实际上还给了北京选择 什么意思 它前面说很清楚了 冷战的开关不在我们手里 那在谁里 在您手里 也就是说 如果中国现在选择悬崖勒马 不再武力犯台 不再武统台湾 那么欧盟 欧洲愿意跟中国做生意 你看这一点它的状态 它的这种反应 跟潜台词 我说它的潜台词 跟美国就完全不一样 美国现在它实际上更需要的是遏制中国 因为它看到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侵略性 它必须要把中国遏制回一个无力对世界发动进攻的这么一个状态 它才能平安 它能安全 但是欧洲跟美国的立场不一样 这里就出现了世界三大集团三强争霸 有点这个意思 咱们之前说过世界原来这个世界是一超多强 是吧 一个超级大国 就是苏联倒台之后 美国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其他国家是很多强国 但是现在中国逐渐起来之后 由于这个俄罗斯的衰弱 导致了美国在二战后 对于欧洲的这种影响在不断的减弱 对吧 就这个美国在欧洲驻军 它主要防的是谁 防的是俄罗斯 那俄罗斯现在看出来 它外强中干 欧洲就觉得那我其实不那么的需要美国 我可能更多的自己就行了 你懂我这意思吧 所以这就产生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离心离德 其实这个论点 我早在一个月之前 马克龙访问中国跟习近平happy的时候 我就已经表达这个观点 你今天现在再来看 跟我当初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马克龙那次的访问中国 直接就是揭开了这个欧洲内心的那点小心思和小龌龊 所以题外话 今天有一观众朋友们还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是网上另外一个大位比我大得多 人家说的这个事情 他说 专头你看 这个人说的时候 他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 他是不是抄你的 那我进去看了 确实他的论点跟我一个月以前的观点是一样的 但是你也不能说人家就一定是看了我的视频 没准英雄所在略同的 人自己得出的结论也未可知 所以我感谢那个观众给我的私信 给我拔创是吧 抢着砖头 但是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没有证据 咱也不能乱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题外话 不管怎么样 越来越多的大V看到了 哪怕看到是我一个月以前看到的东西 但是他也证明了我一个月以前看到的是正确的 对吧 这一种的来说也是个好事情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 今天西方 尤其是欧洲 他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他既希望一方面跟中国做生意 保持他的经济的生活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 他有市场 有这个需求 那么我们既不想放弃这个市场 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我们的政治立场 和我们的国际态度 所以只能是一手红线 一手胡萝卜 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 西方玩的是这一手 意思就是北京只要你不打台湾 咱们可以做生意 你跟美国闹江没关系 我们跟你玩 这个美国肯定是不那么的乐意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毕竟欧洲也不是你美国的附庸 所以这个国际政治复杂和微妙就在这里 所以现在我们看呢 反正目前环球时报的这个消息 中国官媒的消息 看起来似乎是不太领情 但是最终中南海会做什么决定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我们看看中国接不接这个西方递过来的橄榄枝 如果接了 那可能台湾就安全了 但是如果不接 那乐子就打了 如果不接 那就是典型的给脸不要脸 还是一根筋 就是十里山路不换肩 就是一定要打台湾 那中国就必然迎来脱钩 这里边就中央性 有人说怎么会呢 那西方都已经愿意挣钱了 没准他们就怂了 不会的 如果说今天欧洲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国家 而且在一起已经很久了 比如上千年了 有了国家认同了 那也许欧洲不会为了台湾 而跟中国叫板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为什么 因为西方欧洲那么多的小国 他们是靠联盟的政治集团 联盟的价值意识 而凝聚在一起的 台湾虽小 但是在他们看来 台湾是个国家 我今天放弃台湾 下次就放弃乌克兰 我这次放弃乌克兰 下次就放弃波兰 立陶宛 爱沙尼亚都可以放弃 还是那句话 一战的那个国联是怎么完蛋的 不就是因为随意的牺牲 联盟里边小国的利益吗 有些国家习惯于 在历史上不断的吃屎 在一个坑里不断的跌倒 但是更多的国家 有反思能力的国家 人家不会重复的跌倒 在同一条河流里面 那话怎么说的 同样的招数对圣斗士 是不管用的 对不对 所以人家会吸取这个教训 小国的利益同样值得重要 千金买马骨 也许乌克兰本身的政治 军事利益价值 好像没有那么大 好像不值得那么多的军援一样 但是乌克兰存在 这个盟约就在 它背后的意义 十倍 百倍 万倍于它本身的价值 这是国际政治 在冷酷的利益之外的 又一层价值逻辑 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应该好好考虑这个事情 能以一个曾经的 鸡贫鸡肉的国家 混到今天的地步 中国应该感到知足 别折腾了 再折腾 你们百姓就真得吃草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录一个小段 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事情 至少是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有不同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指出砖头的错误 有理有据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